鲍鱼 然后我们切点蒜 切点葱花 泡下香料 花肉切块 稍微切大块一点 准备就绪 开干锅中加水 放入五花肉 放点葱姜 放点料酒 这一步的目的 是为了去吸水开捞出 热锅冷油 这一步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粘锅 加入五花肉 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煸出多余的油脂 然后我们将多余的油沥出 放入小料煸箱 然后我们放入香料 放入香料之后炒一下 放点水放点生抽 早抽蚝油 白糖味精 盐巴少许 十三香胡椒粉少许 盖盖烂20分钟 开盖放入鲍鱼 再烂5分钟 挑出小料 分钟后开盖 然后我们大火收汁 出锅装盘 这样分简单的鲍鱼红烧肉 就完成啦 快学起来吧 在家就能做 特别简单哦 有手就行